繼續來看是六趟 所謂機會中心是國務部 福德所謂化在南部打著的優良國務學習處所 福德當地的生涯 學習在基礎的所謂領略 還有農友的生涯通路 如何在所謂時代來行銷發展 因此一次參加在國務部 將分家創意所謂應用比賽 協調一次以希望提供生涯作為主題的行銷獎品 協調二次是獲得冠軍 於這個地方也鼓勵到農民朋友 在所謂時代及合所謂行銷的信心 包括說有新的行銷方式 各方面都是需要我們再去學習 要藉由我們入草DOC的一些課程 來精進我們的行銷方式 我們目前其實我們的產品也還蠻多的 我們自己本身都是自然自銷的封網路 還有我們龍眼蜜 荔枝蜜 還有百花蜜 那還有高山茶花粉 還有油菜花粉 楓辣 還有蜂蜜醋 一些相關產品 我們的產品都是自產自銷 都是完全天台沒有加工過的 這個品質方面都是我們自己生產的 所以品質上我們都嚴格罷關 那我們今年我們110年度有參加我們嘉義縣 蜂蜜評鑒比賽然後有得到特等獎 六草DOC 六草索尾基會中心 是教育部副度所謂法在南部 真優秀教育學習的出所 副度當地的鄉親學習所謂基礎 以及農友 産業 通路行銷 在的所謂時代的發展 這次參加教育部 將分家創意 所謂應用比賽 那條一步在分家創意 提供商業行銷的飲品 突然離出那個飲品組的冠軍 我們成年的比賽 那我們也想說 就是一直都用我們同一個方式 幫助產業提升這樣子的一個心 去製作這樣的影片 那會得獎其實也蠻開心的 那也有點意外想說 我們其實就是持續都是用同一個方式在製作 也不會特別想要得獎 但是受到一個肯定 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很大的能力 那也會希望說接下來有更多的產業 能夠透過我們的協助幫助之下 能合作很多的優化 讓整個產業的那種品質能夠提升這樣子 兩家庭的産業和通路才會生氣 六草TOC 協作在地修農産業行銷和發展 這項鐵獎也古無料農友 在所謂時代的世界結合所謂行銷 攏高的信心 謝忻師傅 創明董 六草兄 蔡文博德 最快與最慢的結合 原本就充滿了話題性 它是最快的高鐵 連接最慢的五分車 要以故宮南面為中心 這個區域啊 要變成是地方文化產業的肌肉 那才有可能帶動這個都市的發展 現在最慢要蓋上就叫我來 我們在特長的同學都坐這個 這三萬歲 所以這個要懷舊也就要有那個舊的 你如果要坐這個就要來加肌 這樣才有意思 待會兒我在這裡大猶 就是要把這個顧過來念 兩要五千萬不能再給大堂出來 前瞻一算 人給人過好了 就給他開了 他自己也差不多